你现在听的是圆网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绿色心灵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我们平时喝的水都充满了重金属 杂质 绿气 和细菌 我会用健波能量活水器 除了可以清除以上的杂质之外 还可以活化水中的顺色 健波能量活水器 生命资源 健康之存 陆创意健康店电话 288-248-48 网址3w.healthshop.com.h 以下节目内容 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与本台立场无关 欢迎收听圆网台的自然聊法语理 我是Della 今天会继续和袁大明自然疗法医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医疗资讯 和最新的发言 让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乐的人生 Hello 袁医生 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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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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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做法可以這麼說是做了成四十年 在我們過去電台節目 我也跟大家講過很多很多次 其實阿時不靈是非常危險的 還有它的副作用是令到你內出血 起碼有美國每年有二萬人 死在這些阿時不靈導致的內出血 即是遺出血 遺出血是很難指的 或者是中風 因為它是薄血 把你的腦的血管都容易穿 血一漏就自己不能夠凝結 於是所謂出血性的中風是比較危險的 其實這個我們都跟大家在我們節目過去十幾年 都有不同的情況 我們都講過這個資料 好了 但為什麼這次我又回出來講呢 這次原來是正正式式出現問題了 他說現在在那個 在今天 應該是今天 在8月25日 在歐洲舉行一個心臟病學研會 就是英國大學大學的臨床報告 在這裏是哈佛大學和牛津大學的臨床報告 臨床報告 這是一個最大的大會 顯示對於還未出現心血管疾病的人來說 阿士不靈的預防作用是並不足以抵消其帶來的副作用 其實現在很多人都在用的是怎樣用呢 他不是說有心臟病 只不過說他的血量比較稠 或者血壓高一點點 那他就用了 所以導致其實很多很多人都是在用這些壓時不靈的 那好了 我以前都跟大家講過這類的問題 因為說實來講就是我家我認識的人 我一個表哥 年紀大一點的 他有一次就突然之間在洗手間暈倒 為什麼呢 那個內衛出血 我一聽就知道發生什麼事 那我自己的孤長也是遇過這些的 那他們呢 一個就是 經常就是這些 阿士不靈的對止痛藥來的 他很喜歡吃的 一小子頭痛 就散理痛 悲哩痛 他覺得很棒很棒 所以他長期服用吃這類的藥 那結果呢 兩個人 即是我家裡不是那麼多親戚 都已經中招了 兩個人都是突然之間在內部的胃是不停地出血的 其實過去呢 有很多不同的醫學的報導 都指出這個問題的 但是呢 今次呢 竟然是一個醫學大會 心臟病學會的研會歐洲 就簡直是哈佛和牛津大學 是說了這個問題出來的 那他說呢 他說牛津大學的實驗 是針對糖尿病患者的 這些是心臟病 即疾病的高危群裡面的 因為糖尿是什麼 是一個血的病 那你血裡面的糖分高 其實呢 可以說是血的問題來的 所以很多時候呢 糖尿病的人呢 心臟病是高危的 那最終的實驗顯示呢 在超過五年的實驗時間 阿士不靈呢 僅僅將嚴重心血管疾病的風險 降低了12% 嗯 但是呢 卻發生大量出血率呢 是提高了29% 就是那個副作用的成效大於那個主要的效用 是的 這是說嚴重的 結果呢 其實呢 那個副作用呢 是遠遠是高過那個本身的作用 那我前一陣子呢 相信大家都和我都聽過的 我們在和大家介紹那個藥為審多不能吃裡面 那這位呢 我今天介紹很多很多藥的問題 那我都其中呢 我都大家 即是都建議大家 如果要食生任何的膝藥呢 去drug.com的那個網址呢 就將你的藥呢 是打下去呢 你會看到那個藥的作用和副作用 那你會呢 看到呢 副作用呢 是遠遠長過多過這個作用的 好了 那 在這一方面呢 這個是可以這樣說呢 真真正正正正式說的 好了 那剛才那是牛津啦 那現在另外一個呢 是哈佛大學那個主持的實驗呢 那覆蓋了幾多 一萬二千五百四十六名的註言者 是 長達十二年的註訪裡面 嗯 就相比服用安慰劑的對照組呢 服用阿時不靈的人呢 只是讓心機緊死中風 心血管原因死亡的嚴重不良事件 發生率呢 是短短了是四個百分之一 嗯 其實呢 我們跟大家說過呢 如果是低過三十個百分之一 其實當然是安慰作用的 是 那是僅僅四個百分之一 那你想一下呢 這個是一個很難看的數字 來的 那這個結果呢 那在那個醫學雜誌 是柳葉刀的雜誌刊登出 這兩個研究成果 在今次的歐洲心臟病學會研會 得到其他研究者的廣泛贊同 即是作為預防心腦血管疾病的神藥 即所謂阿士巴尼已經走到神壇 大家都聽過 有一位很有名的醫學教授 他說在醫學上每十年裏 都發現一半以前所學的東西是證實錯的 每十年一半是錯的 但問題是在期間我們不知道哪一半是錯的 所以往往要生氣才知道 幾十年來我們叫美國的食物藥物監管局 一直廣泛推容使用阿士巴尼 現在連FDA都開始改變了對阿士巴尼的態度 根據現在的FDA說 食物藥物管理局說 對未曾患過心臟血管疾病的人來說 每日服用阿士巴尼 所具有的早期預防作用並不明顯 反而會帶來大腦和胃部出去的副作用 很嚴重 大腦出現就是中風 如果你沒有出現過心臟問題 就不應該每日都吃阿士巴尼 就算你家裏有家族性的心臟病的病歷 病史 你知道他有說 很多人不是真的發過心臟病 是因為所謂的血淹籌 擔心 是不是都長期感受 就算你沒有這些心臟病出現過的問題 就算你家裏有家族性的心臟病的病史 其實都不需要這樣用的 好了 FDA在官網上都發表這個聲明 他說 我們得出的結論 就是這些數據並不支持 沒有經歷心臟病發作中風或未患有心血管疾病的人 將阿士巴尼當作預防的藥物 這種的用途一般就叫做初級的預防 但是對於這些人來說 阿士巴尼帶來的功效並不明確 但它造成的風險和危險 被大腦和維護出去依然存在 為什麼會有這個聲明突然出現呢 大家知道阿士巴尼最大的藥廠是誰 那個拜爾 拜爾原來最近發佈 要求FDA改變阿士巴零的標籤訊息 用向消費者表面 它能夠幫助健康的人 即是沒有病沒事的人 預防心臟病化 大家知道阿士巴零這間公司 最賺錢的藥物之一 僅僅去年 那個拜爾 就創造了高達12.7億美元的銷售額 跟這個拜爾的要求來看 它的意圖是讓每個人都吃 每個人都可以吃 現在FDA就駁回了這個請求 這個可以看到 這是一個很大的改變 阿士巴零的整件事是怎麼出現的呢 在上世紀70年代 我們發現原來阿士巴零能夠抗血小板聚集 即是不會黏住血小板 因為它有這樣的能力 即是可以把血小板分散 不會黏住 因為這樣的發現 立即被它當做一種 預防心臟血管疾病的神聖使命 但是這種功效在過去十年多裡面 就很多人質疑了 因為雖然用了四十多年 但是它的作用其實很明顯 也不是那麼明顯 很明顯 以為以前說 噓! 阿士巴零可以令到你的血小板 不會黏住 即是令你的血液流暢 流暢 它就想著 血液塞住了 就是心臟病 血液塞住了 就是腦中風 其中一個堵塞性的腦中風 當時它只不過在一個簡單的表面 看到這個現象 就把它應用在這方面 好了 用了幾十年 四十年前 七年代開始用的 慢慢的人看 其實不是 數據體系 其實不是 事實上 支持將阿士巴零 代為心腦血管預防藥物的證據 一開始就非常薄弱 到今時今日 可以說 越來越沒有信服力 是的 有這麼強大的副作用 如果相對的療效 所謂的療效 這麼低的時候 當然很多人開始質疑 我們過去都跟大家分享過 這方面的質疑問題 很明顯 很多國家的研究表明 用阿士巴零來預防心腦血管病 是一種錯誤的 其中有很多報告 跟大家分享一部份 不是所有的 只不過其中一部份 其中一個 就是美國心臟期刊 2004年的 他說 接受阿士巴零治療的 患者心臟狀況 是最為糟糕 最高 尤其是心臟衰竭 哈哈 真的很諷刺 這種的服用令到心臟衰竭 這個是2004年的 美國心臟期刊 另外2005年 新英倫的醫學期刊裡面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這個就是哈佛大學的 開展的為期兩年的 研究和近四萬名的女性 研究還未曾發現 是用阿士巴零的女性 心臟病發作 或者心血管死亡的發生率 有任何降低 其實已經很久 已經有無數的資料 另外一個是2009年 英國醫學雜誌 Britage Medical Journal 他說 針對糖尿病患者的阿士巴零治療法 在預防心血管疾病方面 其實不會有任何效果 好了 一直下來 2009年 就一個 Pharmaco Epidemiological Drug Safety 沒有翻譯了 一個藥廠的醫學雜誌 這個是一個瑞典研究人員 是對糖尿病患者 服了食肥的發言 他說阿士巴零沒有顯著的功效 但也都留意到 它可能是增加嚴重的出血風險 好了 再繼續下來 最近一點 2010年 美國醫學學會的雜誌 JAMA 阿斯巴零并不能够帮助存在较高心脏病风险的健康 没有什么症状的人预防心脏病发作 也没有症状也没有帮助 有症状也差不多 另外2010年是美国心脏病学会的杂志 他说服务阿斯巴零的患者再次经历心脏病发作 以及相关心脏病问题的风险更加高 更坏 因为药不服药 没有作用也不要紧 但发病率还要提升 更高了 吃了更差 接着2010年就是药物疗法专家的意见 这个项目是根据7374名糖尿病患者的分析 所以发现证实服用阿斯巴零并不能够改善这方面的问题 以前我们跟大家分享 当然根据这么多这方面的雜誌 但这次是一个医学大会 心脏病医学大会 欧洲医学大会 再公布出来 可以说得到当时大部分的认同 40年试 应该知道真相 是否不会再硬来做呢 现在研究发现最致命的危险 就是引导胃腸出血和脑出血 这两个都很严重 因为胃腸出血 你是很难 你是没办法阻止它 因为你里面没有东西可以做的 而且也不是那么容易察觉到的 如果你是那个 当然简单有些人有一个变血 黑变 是吧 他就会看到黑变 一个其他一个 但是黑变的那些只是少少滲滑 但是有些是突然之间爆 就是有些人就是幽黑 死亡是一个很重要的 那就是说 他的最主要副作用之一 就是会增加人体出血的风险 那他说会干扰 因为阿斯巴林干扰的血小板 会促进血液营结的血细胞 从而增加胃出血和脑出血的风险 尤其对于老人家 研究发现如果老人家长期用阿斯巴林 作为预防手段 一旦遭遇可能导致脑出血的意外 死亡率会更加高 OK 就是比较一些从来不吃药的 死亡率是更加高的 第二个副作用就是破坏胃腸道内壁 经常服用阿斯巴林 就会破坏胃腸道内壁 增加了十二指肠股羊 幽门螺旋菌的感染 以及克罗因病 疙瘩症患病 疙瘩症疾病 就是疙瘩症奢病 疙瘩症疼病 幽门螺旋菌的风险 即使用低劑量压时不灵的患者之中 也有10%的患者会患上胃溃痒 还有其中常见的辅助 包括乳腺的风险 即是女性的乳癌 肾脏功能衰竭的风险 白内障、黄斑病变和失明 现在黄斑病变而失明 可以说是最大导致失明的原因 现在黄斑病变是最大导致失明的原因 很明显 这会不会跟我们过去这么多人 是不断吃亚士不灵的原因 还有听觉丧失和耳鸣 其实很多老人家经常说听觉差 有没有想过呢 这些问题不是因为老人家要听觉会差的 是只不过你弱的副作用 还有就是勃起功能的障碍 这是对男性的问题 所以这么说 即是今时今日 这些方法是绝不可取的 其实有很多好的替代方法 或者我们回来一次和大家分享 其实有没有更加好更加安全的方法呢 是的 我们刚刚听了袁医生帮我们 在今年的心脏病年会上 都公布了亚士不灵的 不但无效的神话破灭之外 然后呢 其实也带出了 亚士不灵对我们身体 这么大的副作用 下一节回来 我们将袁医生会帮我们介绍更多 怎样真正可以预防 心血管无病的自然医疗方法 好 那我们稍后再继续回来 今天自然疗法与你 我们今天的题目就是 亚士不灵走下神坛 一个长达40年的错误 当然我们可以有时间去大自然里面 我们除了一个鞋 在那些草地行走下 这样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城市人工作这么繁忙的时候 其实现在市面上 已经是有一些接地器的产品 在我们的健康店 已经有很多的客人 就是买了回去家里 就每一天都可以接受到 这个接地器的治疗了 接地器的产品 可以在我们陆创意的健康店 可以买到的了 联络电话是28824848 欢迎回来第二节 原网台的治疗法语力 继续今天我们的题目就是 阿士不灵走下神坛 一个长达40年的错误 袁医生上一次 你帮我们解释了 阿士不灵的副作用 其实一般人来说 有什么的征兆 或者有什么 是显示到自己 可能有机会出现到 这个问题 心血管的问题 好的 我们在探通这方面 我先问一问 另外一个 心脏健康的问题 看大家对这方面的认识 去到什么阶段 好了 问题一就是这样 他说 很多人 大部分人吃的心脏病 其实是没有高胆固醇 那是真的假的 这是第一 第二 就是说 很多人吃的那些不饱和的脂肪 其实是那个坏处多个好处 真的是假的 第三就是胆固醇 不是导致心脏病 真的是假的 那第四就是 其实呢 牛油就是好过人造 银造牛油 好过Margarine 对你的血管方面的健康是更加好的 真的是假的 那最后呢 就是我们呢 就是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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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血管里面 有堵塞呢 其实我们可以很 就是很安全地 是清理它 是不用用药 不用用开刀的 真的是假的 那如果大家是听我节目的人呢 可能都已经知道了 其实上述那些是全部是真的 是 那就是说呢 心脏病发的人呢 大部分是没有高胆固醇的 所以胆固醇跟他不关的 没有关系的 那这个呢 我最近的节目已经说过很多了 那最近呢 美国的那个FDA 都承认的 是 高胆固醇呢 也是一个迷思来的 是创的 那当然呢 就不能经常说 不要吃那些 不要吃那么多不饱和脂肪呢 其实都是 其实BFDA 装碗呢 是那个制造那个油尼基的破坏呢 是重大的 其实是更不好的 那既然刚才都说到呢 胆固醇和你的心脏病 不是导致心脏病的原因来的 那你吃呢 吃牛油就可以了 现在做健身那些呢 不单吃牛油 还要吃什么呢 椰子油 椰子油呢 更加有保护性的 那当然呢 有很多很多的工具呢 是可以帮大家呢 就是通血管 不用用这样的化学药的 那有些人这么说 那我想知道 到底我是不是真的需要通的那些人呢 嗯 是吧 就是我有些迹象呢 是觉得呢 我是真的需要通呢 可能我没有 我真的觉得自己没有那些需要 好了 那给大家这个这样的 就是一个简单的测试 自己自我自我测试一下 第一 你有没有以下这些症状呢 第一呢 有时觉得手指和脚指呢 有很多时候呢 是很冰冻的 嗯 有没有 第二 有时觉得呢 手脚呢 睡觉呢 就是有时睡觉呢 就好像麻痹了的 就是扎住了 是 很麻木的呢 那第三 有时觉得呢 手脚呢 就很重 就是很麻痹和很重的 嗯 那第四呢 很多时候呢 是写字的时候呢 手指呢 是抽筋得很厉害的 一些一些东西啊 那还有呢 就是有些人呢 是耳朱那里呢 有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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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留意一下呢 有一条 要有一条 有一条 有一个痕在那里 有一个嘴痕在那里的 看看有没有这个东西 那好了 那还有呢 就有时候呢 摇側自己的手指 或者那个嘴唇呢 有一些点 刺感 有一种 麻麻刺 那 那 那七呢 就发现有时候走不是很长的路 都发现那只小腿的脚是会痛的 会冤痛的 一走端端就会痛的了 那第八呢 就发现自己的记忆没以前那么好 那第九呢 就发现那个足果 很多时候在晚间啊 那个下午就开始有些重的症状 那还有呢 就是有时发现自己呢 就是用少少力啊 走少少梯级啊 或者是睡平的时候呢 都发觉自己的气是没那么顺 那第十呢 有些人是发现 他的眼瞳孔的眼角那里呢 是有一个白色的一个圆圈 围着那个黑色的瞳孔那里的 那这些呢 都是迹象呢 都是你即是早期的血管开始有少少弊实了 嗯 OK 即是大家听中呢 如果刚才呢 如果可以自己做一做一下这个测试 看看有多少个情况出现了的时候呢 那就要多加留意一下 越多就越是就是那个风险高度啦 那我们不用重复啦 现在大家可以回来听一下 是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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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才说呢 其实阿时不灵呢 最后啦 最终最终啦 已经是下距离了 四十年以上以上已经趟下了神壇了 是啦 是啦 已经是正式错误了 很多其他药物医疗方面 那有什么正式有效的方法呢 可以预防心脏病法或者心血管的毛病 其实过去已经有很多这方面的研究 其中一个就是尾 尾其实对我们的心脏是非常之有效的 我们刚才也说过 为什么过去有些研究说要提倡压事不灵 很明显他们当时有些研究 但是最后发现 其实当时为什么用亚事不灵 似乎有这些预防效果 发现原来当时用的工具不仅是纯亚事不灵 亚事不灵用了尾 那叫buffer buffer即是中和了它 让它不会那么弱 不会那么削胃 原来它是用有尾加到亚事不灵 结果那个效果是发现有效的 其实有效就不是亚事不灵有效 而是尾有效的 知道原来尾是可以扩张我们的血管 尾是帮助我们的甲 可以吸收到我们的细胞 甲是预防我们的心脏不规的 心脑不规 是一个甲的功能 而且尾也是一种天然的防血液营结 即是天然的薄血药 令到你的血细胞不会黏一次 好了 那当时有研究 在那些心脏病法的病人解剖 发现这些心脏病法死亡的病人 往往看到它心脏里面是尾不足 是不够尾的 OK 那还有一件事 你知道很多时候那些人心脏病法 就会去手术室急救 原来发现 如果我们用尾去急救一个心脏病法的病人 他的生存存活率 是增加有25% 嗯 即是如果你是突然之间下疾病法 就是在医院 那当然 如果你自己能够在家里有尾的 有些是有尾的那些 那些咀劑的 即是口含 有些是塗在皮肤那里的 那其实这个是更有效的 嗯 OK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呢 就用尾和甲 有一种的营养素 那这个呢 其实是导致那个 当时为什么做阿斯巴林的研究呢 是发现了它的有效 其实有效呢 原来呢 就不是阿斯巴林 不是阿斯巴林 是阿斯巴林 是阿斯巴林 那解释了 当时做的手法错了 他们当时以为 美是一个buffer 即是没有什么作用 是以附加品的 那怎么知道原来 那附加品的作用呢 就是预防薄血的作用 不是阿斯巴林 好了 那就是说呢 美呢 有时候有些 有些 健康店都有这些 我们公司都有的了 有些美、甲 一起附买的 一种这样的 就是那个 营养产品 那很多 健康店都很普遍的了 那第二样东西呢 就是那个 三文鱼油 三文鱼油 那其实有一家公司 EPA 就是 那个 Max EPA那间公司 很久以前呢 都有很多这方面的研究的 那发现呢 原来三文鱼油呢 是可以有一种的抗 抗缺小板凝结的工具的 那叫做EPA Ecosopantanol Acid 那这个EPA 是有这种这样的作用的 那就是三文鱼油 那虽然有些 今次的欧洲的研究呢 它说普通鱼油呢 是没有什么作用的 那所以呢 要看牌子 那我们记得意思 那其实要看里面那个 它所标明的EPA的含量 那反而是挺重要的 那还有呢 就是那个 蒜 是不是大蒜 那很多人呢 当然 简单来说 吃大蒜 可以呢 就是 阻挡你这个 营血的机制 那也有些人呢 就是当一种 就是营养補充剂 那样 那也都 在过去呢 有些呢 是因为那些人 怕吃了大蒜 有口气 是 社交上不方便呢 那他们就用一些 就是去了味的大蒜丸 那但是 发现呢 其实有味的效果更加好的 所以就不要介意一下 那宁愿吃了大蒜之后呢 擦一下牙 或者用一些二六素 来到拦一下口 擦一下牙 那就可以了 那还有维他命B6 可以阻止那个血小板凝固 还有Niaxin 有B1B的一种 那也都是一种 就是对那个 可以扩充血管的 那在我们公司呢 有时候做那个养饭疗法 那都是呢 那些病人都会 就是用肉 吃那些Niaxin 这些维他命B 里面的 那呢 就会将血管扩张它 那还有呢 就是维他命C 很简单 维他命真的 真的好 一般性都很好的 是啊 那是一个 对我们那个 那个前列腺素呢 是会有增生的 那还有就是那个酵素 尤其是凤梨酵素 我们很多酵素的产品 那也酵素呢 可以减低 那个血小板的凝固度 好了 那还有一样呢 就是鑫 那个金属鑫 鑫 鑫是一个催眉剂 来的 在我们的 在我们那个 脂肪酸的 是会帮助那个 就是那个 那个 那个进度的 那就是鑫是一个 一个 帮助 脂肪酸 那个化解 那是 对我们那个身体 这种脂肪酸的 新疼代謝呢 是帮助我们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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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灌心血管的 问题的 好了 那 也都发现呢 鑫是对 那个 男性的所谓不举 很多人呢 他喜欢吃的蠔啊 就是这类的食物 因为他的身体 是比较多的 好了 那还有就是维他命B6 Paradoxin 那维他命B6 就有 能够将我们一种 我们最近叫做 Homocysteine 是 一种 一种的 一种的 氨基酸呢 发现呢 这个Homocysteine 多呢 反而是一个指标 在你的心脏被危机 因为这个Homocysteine 是令到你那个 那个血管呢 是那个 闭失 是一个 那 可以 原来呢 维他命B6 是可以将你这些 不好的Homocysteine 呢 变成Cistaphionine Cistaphionine 就是一个 是预防的 预防的 预防的 令到你吃得 比如肉的蛋白质太多 会破坏你的血管 那这个的维他命B6 是会帮助你的 就是减少这个风险 那还有就是 叶酸 那叶酸呢 是会帮助我们 那个 尤其是我们所谓的 那些 那个高温消毒的牛奶里面 有一种酵素 叫酵素XO 那这种酵素XO呢 因为是我们那个 就是制造牛奶 高温消毒 就是pasteurization 的过程里面 就产生出来的 那这个XO的酵素呢 是令到我们那个 血管是闭失 就不是胆固醇 那所以在西方国家 喝牛奶多 当然那些不是 就是那些 新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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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就是处理了 那些牛奶 那这个原来是导致的 导致这个血管闭失的 那在韩战的时候 那也有很多 年轻的美国士兵 在战场上死 都有解法发现 原来很多这些 年轻的美国士兵 血管是闭失很厉害的 那当然跟我们喝食习惯了 是 没错 喝很多很多这些 这些叫做homogenized 的牛奶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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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液酸 是会将我们 刚刚所说的homocistein 是 就是对我们血管不好的 那些物质 会减低它的 那还有呢 就B12 那B12 也都会减低我们的homocistein homocistein 是一个指标 越高呢 是我们心脏病的危机 就越高的 那现在很多的医生 都会用这个 作为一种指标 是 看看它到底有没有 这方面的问题了 嗯 那还有呢 其实很多的工具 那有两种的氨基酸呢 一种呢 是叫做carnidine 那 那 这两种的氨基酸呢 carnidine 就是 Lcarnidine 就是L 那个肉毒简 和 Taurin 就是牛 牛黄 牛黄酸 其实两种都是一种氨基酸来的 那这些呢 这些呢 一般来说 就不是必需要的 八种氨基酸的其中 两个八种 但是呢 是对我们的那个 心脏销很重要的 嗯 那还有一个就是 Propilineal 那这些呢 那这些呢 工具其实呢 很多那些好的 高质素的健康电呢 有时都买得到的 那这些全部呢 是对我们的心脏呢 是很 就是有直接的帮助的 那 那还有一样呢 就是NAC了 就是N-Acaducine 那 那NAC呢 是很多时候呢 是 我翻译就是N 那些呢 是月楼基酸 光安酸 那 那其实很多的工具呢 都是一般来说 很多人用一种化痰素 是的 那很多失忆呢 用一些营养素做化痰呢 都是这个NAC来的 那发现呢 它会产生的 Glutophion 就是一种很强的抗氧化的物质来的 那你知道呢 那个油尼基的破坏呢 是导致我们的血管发炎 那血管发炎呢 我们的身体就拿那些油 去消炎它 那导致它呢 就是出现了问题的 那所以呢 那那个NAC呢 也是一种很好的排毒的工具 是的 那还有就是RNA 就是那个核酸 RNA核酸呢 现在最近的发现呢 对它持弊症十分之有帮助的 那有些新的研究啦 那也都是帮助我们的身体 那个精灵 就是用了之后呢 就是始终核酸呢 是我们心脏的细胞那些 那些能量的 产生的 的重要的元素来的 那会都令到我们呢 就会精神好些的 那但最紧的呢 就是那个 那个负酵素Q10 很多人都知道了 是的 这个是直接是对心脏呢 是好的 那有些人呢 整个人累啊 心脏虚弱啊 那我们通常呢 都很多人都懂得用的了 就是那个Q10 负酵素 那还有一个呢 就是用那个 那个酵的 那个 那个排除酵的 金属这种工具 那有一些口服 也都有一些人呢 去一些医生里呢 就专门做这些酵的 那帮助有些人的 因为心脏 因为糖尿病 心脏是 衰弱的 那其实这些 这些工具呢 在很多地方 很多国家呢 都会有的 都会买得到的了 那所以这种产品呢 其实是很普及的 那在我健康店的 陆上健康店呢 其实有很多很多很多这类的 那在医学上呢 已经证实呢 是非常之有效的 那所以呢 当然呢 人类的三大杀手 就是除了药物 药物都其实很高的 有些认为排第三 也认为排第一 你看看哪个资料的 那就是癌症 那个心脏病 接着是中风 这个是头三名的 那就是 心脏病和血管中风 要加上就是 高过癌症 那你看到呢 其实呢 这个问题呢 是影响很多人 那但是呢 记住呢 不是用那个压时不灵 压时不灵呢 压时不灵呢 其实已经证实是 无效 和非常之危险 和增加你的风险的 那在自然界呢 其实很多很多的 有效工具 我经常很强调啦 人体身体的内 是什么做出来的呢 身体所有组织 细胞 全是百分之一百呢 是食物的营养做出来的 是啊 那所以在 你明白这个简单道理呢 你知道呢 如果你的身体有问题 要维修 要整理好它呢 唯一一个最合理的工具呢 一定是食物的营养 营养素 营养产品 这个是一个最合理的工具 就不是用一些化学药物 很明显呢 化学药物 包括压时不灵 是一种不天然的东西 是啦 在自然界从来不存在的啦 是 我跟大家分享过啦 自然界不存在的呢 在医学上有一个 有一个形容啦 其实叫做Cinobiotic 是 生命的移物 是 你不可能呢 拿些生命的移物呢 入我们的血肉支驱 营养造成血液支驱呢 是从而呢 是期望会有一个健康的结果的 在这方面呢 其实呢 希望大家呢 多些学习啦 因为这些不是主流的资料来的 那很间中间中呢 我刚才报道的那个呢 都是在网上 都不是一般主流说的 是 我相信呢 如果可能在报纸都报道 都会有说的 但是呢 大部分的资讯呢 是正面的资料呢 其实呢 只要大家呢 在互联网啊 在另类的渠道呢 不是主流的资料那方面呢 你才有机会听得到的 没错 没错 所以呢 大家那些朋友呢 多些留意我们那个 原网台发放的那些的消息啊 那些那些那些的讯息呢 那大家可以呢 从而呢 增加多些呢 那个的资讯性啦 为了保障你自己的健康 那其实刚才医生说的那些呢 很多我们六创意健康店呢 都可以出售的 而且呢 也都利用天然的的 用西药的燃养补充剂 去做一个预防 总比好用一个西药成分 去做一个预防 无效之余有更多的副作用的 好 今天我们谢谢 多谢袁医生和我们今天的分享 我们今天的时间都差不多了 如果各位有些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 和袁医生会诊 电话是25773798 而在海外听众也可以透过Skype 和袁医生做一个网上的回诊 可以E-mail去 cs.naturalhealing.com.hk 预约 如果想重温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回我们的网址 今天谢谢你啊袁医生 拜拜 谢谢大家收听 拜拜